简单的话 有很多人 我在五代山上到山上问我 说师父啊 我念佛好多年了 我临终能生极乐世界不能啊 我说你怎么问我这个话呀 他说我念了很多年佛了 好像什么效果也没有 什么感应也没有 那我临死能生能生 我说生不到 他说为什么啊 我说你问我就生不到吗 因为你有疑惑 生极乐世界没有疑惑的 要疑惑还能取得到吗 你不相信吗 我说你以后把这个念头打消 生在决定上 你有疑惑 去者是不去 你根本就没下决心 你对佛法怀疑 那你还能得到吗 说我劝诸位道友 不论你学哪一法 你不要怀疑啊 这怀疑是最大的障碍 总怀疑自己 哎呀我功力不够啊 我业障很重啊 我常听每位道友跟我说 我业障很重啊 再给他相信 相信他业障很重 他不相信他佛性 与佛无二无别 为什么不相信啊 这就是叶张众的表现 这不是叶张众的表现吗 我相信吗 作为道友 如果你以前还有什么疑惑 我是根据佛说的 我跟佛性说的 我不会骗你们的 你先把疑惑除掉 疑惑是十烦恼之一 你对佛法不要生疑惑 假使你有个疑惑 你什么也学不进去 你什么也得不到 一是障碍 是疑惑 是你的惑呀 你的业 使你怀疑 你入了佛门了 相信佛所说的话 不论佛说哪一句话 在我脑子里头 我脑子里头 没有什么大成小成 不要去分别那个 你念阿弥陀佛是大成是小成 有的经告诉你是无上成 如果你念念阿弥陀佛就是我 我就是阿弥陀佛 你是无上成 大小 不是佛所教授的法大小 而是众生的心 苦 苦就别大 如果是你当你受一点灾难苦的时候 当你受苦的时候 你第一个念头 我这个苦啊 我但愿众生不要受这种苦 众生都有这种苦 那你第一个念头想当愿众生 不是小生 苦就灭到 谁都知道吧 苦 人间也叫苦嘛 但你把他 但你心把他化了 那就是大成 说原人受罚 无法不原 说那是个大根气的圆满人 他听什么法 都是原的 我是你这个心地很狭难 就是栽大成的法 你都花言 也不能了生死 连小成法也不要 也不是 法无定体啊 一切法没得大 没得小 这是众生心 是 原人受罚 无法不原 你一个小成心的受罚 罚就是小了 你对什么都怀疑 那你什么也进入不了 一定要不要怀疑 另立以往 但是有个分别啊 相信佛所说的话 不怀疑往啊 不要相信人 要相信佛 往往的我们道友们 就是学一部冷眼经吧 五十几下注尖 各知各见 学冷眼经的 跟冷眼经的 自己又闹不清楚了 挺好 学佛 你得疑惑就没有障难 信心征兆 不论哪一程 很快就怀疑得了 这是监禁 信仆子 请佛说 说有这么样 有没有这样的好的方法 令一切众生 都不怀疑 把他学佛的障碍 学法的障碍 修行的障碍 都给他取消 信心永远增长 随便 修哪一程 修哪一程 很快 就得到不退位了 这是监禁普世的愿力 这几句话是他的愿力 他愿佛呀 说这么一个好一个方法 让众生不退 得到利益 但是我们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方啊 讲到这地方 看到这地方 这是菩萨的大慈大悲心 因为梦法众生疑惑特多 他的请求佛说一个 不让众生疑惑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什么 消除业障 最好的方法 让佛请佛说 因为监禁信普世 看到我们 那么梦法众生啊 什么事都怀疑 也不是他怀疑 社会的动向 使他怀疑 那监禁信普世 这么一请求 佛就告诉他了 佛叫监禁信普世 那他请了佛就得答复他呀 不能答复他 因为他请求很好的 所以说善哉善哉 善哉就是甚好的意思了 你问的 你问得很对 问得很好 很合我的心意 实人事我义 赞叹 赞叹 监禁信普世很好 赞叹完了 佛该说呀 佛不说 赞叹完了 他又没说 没说他就介绍一位 尽此重重 有菩萨摩克萨明月抵藏 说你问的这个问题 要非常好 问得非常及时 但是这个问题呢 我介绍一个人 来跟你说 说这个法会当中 有位大菩萨 他名字叫抵藏 你就把你这个 所请问的事 来请问他 他会给你一个 散瞧方便的 理众生的方法 他会开自言说 能瞒住你的愿 这是从事上来讲的 他从道理上讲 为什么佛妹说 要叫帝尊王 不是说 因为你看到下文经义 才知道 咱们这个这部经 就沾茶善的也吧 佛治个剑 不许他弟子 算命啊 打挂啊 批八字啊 一律不许啊 这叫邪命啊 他问这个 佛知道 在末法时刻 如果会算命 会批八字 会打挂 那就太好帮助人家 别人把他 弄到邪门去了 这个 这个 斩叉莫伦法 佛知道 帝尊王菩萨 一定说这个话 所以佛叫他 说他请问的好 快说 菩萨嘛 行方便嘛 度正生嘛 佛治过戒了 佛不能说 这是这种含义啊 这种含义 不是我说 不是佛说的 是我想象的啊 那为什么佛不说 叫帝尊王菩萨 帝尊王菩萨 一说呀 就要么 斩叉木轮 木轮象法 换句话说呢 这里头 批八字 象面都有了 那一百八十九种 里头都有 讲到文了 再跟大家解释 但是这位菩萨的名字呢 叫地藏 地藏 地藏的名字 从它含义上说 咱在这先讲了啊 到文了就不讲了啊 地是大地 咱们说明白大地 那么把它 用理上来讲呢 是我们的心 说心地法门 说战叉善木又啊 经啊 是心地法门 大乘大计时论经啊 心地法门 地藏经啊 是心地法门 这三个都是一致的 因为大地含乘 无量无国为恩的功德 咱们说吃酸肉 一些众生的生活 全出于大地 大地是我们最亲密的 与众生的父母 因此呢 在外菩萨名字 就叫地藏 大地含乘无量 什么呢 众生的生活 生命 下地狱 那个地狱 跟这个地狱 跟这个大地 一样的含义 从我们讲到 地藏经讲过 地狱没有 地狱没有 为什么要下地狱呢 等你犯了罪 就有了 相信吗 这个跟大家简单比喻 土生监狱有没有 我那一岁都有 你住过吗 谁住过 对你没有 我去过 经要法事令我去 到那给你讲讲 土生监狱啊 台中监狱我都去过 但我不是下监狱去的 不是住监狱去的 是给他们说法去的 因缘不同 有 跟我们没关系 等于没有 我没做错事 地狱是微信所限的 当你犯了罪了 绝对有 你没那个事情 绝对没有 三报弟子 绝不会再跺地狱的 三报加斯利 但你破坏三报 犯了三报 违背三报 那就要下了 因此 在跟这部经同时跌着